大家好,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可配置DI和DO功能 我们打开页面,点击出水设置下面的机器人设置,点击DI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配置DI分为控制箱输入及末端输入 控制箱输入可配置DI为CR0到CR7 末端输入可配置信号为DI0到DI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功能我们可以去进行配置 比如我们可以的CR0为启动程序信号,点击应用 接下来打开DO配置 可配置DO信号为CO0到CO7 比如我们配置CO0为运动状态信号 点击应用 接下来我们去连接控制箱的信号线 查看控制箱的IO面板 确定好CR0的位置后,我们接入开关按钮 接下来我们去触发CR0信号 可以看到当CR0触发后,机器人运行了我们的视觉程序 此时我们也同时观察到CO0的运动状态信号 输出为高电瓶